我們今天要來回應網友的問題 網友在我們之前教過如何降低 1號木桿攻擊角度的影片裡面 問到說 如果我們在擊到球的時候 利用我們說的練習方法 可以連前面那顆球一起打中的話 不是代表我的灰桿比較扁平嗎 那在這支影片講解之前 還沒有看過我們上一支攻擊角度如何降低的影片的人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連結 先把上面的影片看完 才知道我們在講解什麼 那我們在那支影片裡面教過大家 如果你在灰桿的時候 在你原本的球的前方再擺一顆球 大概15到20公分左右的距離 那你在打中球 不會打中前面這一顆的話 可以降低你灰桿的攻擊角度 網友問我們說 是不是我的灰桿 連前面這一顆球一起打中 表示我的灰桿 更扁平了呢 那在我們回應 網友的問題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 灰桿平面怎麼觀察 灰桿平面呢 其實啊 比較常觀察的重點是從側邊 去看我在上下桿的時候 這個桿生走的軌道所產生的平面 所以從側面去觀察 是比較容易發現你的灰桿 是走得比較陡峭 還是走到比較扁平的 那另外呢 攻擊角度呢 的觀察呢 是從正面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桿子 在下桿的過程當中 桿頭的攻擊角度 是比較陡峭的角度 還是比較扁平的角度 進入擊球點的話 攻擊角度 是從正面觀察 我們想要降低的是 桿頭擊到球時候的 攻擊的角度 讓它變得比較淺平一點 那回應網友的話 它想要表達的是 從側面去看 灰桿的整個平面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的邏輯 平面從側面觀察 灰桿角度呢 灰桿的攻擊角度呢 從前方去做觀察 那這邊要跟大家解釋的是呢 如果你的灰桿很陡峭 並不代表你 擊球的攻擊角度 一定很陡峭 因為如果你灰桿很陡峭 但是你的軸心 是在你的球的後方 換句話說你的桿頭 還是會在很陡峭的狀況下 先通過最低點 再向上打到球 這樣你的攻擊角度 仍然是非常少的 相反的 如果你的灰桿很扁平 但是你的軸心 卻在你的球的前方 你還是有可能 在打到球之後 才通過最低點 這樣你的攻擊角度 反而是比較陡峭的 所以灰桿平面水平 不代表你的攻擊角度 一定是水平的 灰桿的平面陡峭 也不代表你的攻擊角度 就一定是向下的 也就是說你的攻擊角度 不一定是陡峭的 那以上呢 是我們針對網友的問題 給他的解答 謝謝大家 透過我們新的系列影片 解決你的高爾夫球問題